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是怎么样 跟大家讲一下 我昨天晚上接长途 完了以后就睡不着觉了 而且我最近这个宽观间老疼 所以一动就疼 所以晚上很长时间睡不着觉 刚才突然就很难受 在胸闷是吧 闷很恶心 首先出冷汗 你可以摸一下这个脸 这个可以立即做 您眼镜拿下来 她说恶心 恶心一般都是闷闷的或是想要吐 那我说前面的对到后面来一定是这里 那我们就直接做 这里痛吗 好不好 我留意到痛的你跟我讲 我现在开始帮你找 好 这里是不是痛 这里有一些痛 这里呢 还好 这里有 好 还好 如果特别痛再告诉我 那她的噁心是 应该是胃啦 就是胃这样对过来 所以她的痛点就在这里 好 那很明确的 我们就 直接从她的痛点下手 对 越往下越疼 越往下越疼 好 等一下吼 要温敷 这个要温敷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 好 这里我也顺便帮你再处理一下 这一点哈 这一点哈 现在楼是比较松了 这也是特别肩甲骨 还有下面疼 差不多多一点 肩甲骨哪里 就刚才摁这一口是 好 上面这里也有 这里也疼上 好 顺便帮你 好 那顺便帮你 那你刚才也需要闷了 突然就出了 我看 突然就出了 我看 出去了 这两边 好 这样可以拧起来 好 这样可以拧起来 好 这样可以拧起来 來看看 剛才好像七就通暢了 剛剛他憋著就老想往上返 剛剛還有一個就整個 好像背一個東西突然給謝了 清了很多 好 謝謝你 謝謝 他的額完他還要溫敷 為什麼 他剛剛說出汗 一般出汗 在我中醫藥學很簡單 就是虛 虛就是寒 所以他是屬寒症 他寒症才可以這樣 那如果再幫他溫敷 他讓他熱量進去 他等一下出來講他會講更舒服